好,那看一下,那么双几个我们给大家说了啊,我们关于这个UV4G呢,作为web服务器之后,不能提供这个静态文件,所以呢,我们需要在UV4G的前面呢,给它加上一个NGX啊,让NGX呢,它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个静态文件,怎么处理呢,当你发起一个请求的时候,对吧,如果呢,它是动态请求的时候,我把它转交给这个UV4G啊,UV4G的调用将冠的代码, 拿到应答之后,最终UV4G呢,给NGX,NGX呢,再给用户啊,但如果呢,你用户的请求里面,你请求的是一个静态文件的话啊,我们就需要提前把项目用到的静态文件呢,放到这个NGX,它所在的电脑里面的某一个目录下方,然后呢,通过配置,告诉这个NGX,访问静态文件的时候,静态文件都在这个目录下方, 那么NGX呢,就会根据它的配置,找到这个目录下面的文件,然后呢,找到之后把它返回给用户啊,那么刚刚呢,我们给大家做的呢,只是给大家说明,我们的NGX和UV4G之间呢,怎么进行一个对接, 那么我们在配置文件里面呢,给它加了一个配置项,加了,加上一个配置项啊,那么这个配置项呢,它呢,在我们这边啊,哎,找到我们的这个,重新打开一下啊,studio啊,VI,config,然后呢,NG点config啊,那么在这里面打开它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加了一个配置项啊,那么这个配置项呢,它的名字呢,叫做,location斜杠啊,然后呢,里面包含UV4G的请求参数,并且呢,把它转交给对应的UV4G服务器啊,那么这样的话啊,我们只做了一个配置项,所以现在啊,它没有静态动态的区分, 你不管什么请求过来,一定是转交给后面的,UV4G做处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做一个区分的话,我们就需要呢,去,在里面呢,去增加这样一个,配置项啊,增加配置项的时候,那么我就可以呢,指定一个相应的路径,比如说呢,我在里面加一个配置项,叫做location,location后面呢,我给它写上一个, Static啊,然后Static啊,然后Static呢,后面呢,我给它写上一个路径,这个路径我写什么呢,我要去指定一个路径啊,你注意啊,这个配置项呢,就说明,凡是你请求的地址里面,如果是以斜杠Static开头的,就一定会匹配这样一个地址,那么它里面呢,就可以呢,去指定静态文件存放的目录啊,指定静态文件存放的目录,那么我这个静态文件, 到底存在哪个目录里面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电脑上呢,去找这样一个目录啊,存放我们的静态文件,那么在这里面呢,你就可以呢,比如说在这里面,那么,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啊,把它放大一点啊,放大一点,OK,那么这个呢,我就可以在这里面找一个目录啊,比如说我CD,CD的这个VR下面,CD我们的斜杠VR下面啊,在这个下面呢,我给它新建,新建一个目录啊,什么目录,makeDIF, 随度啊,makeDIF,然后呢,写上一个 杠P,杠P呢,写上什么呢,新建一个这个目录啊,VR下面呢,WW,然后呢,写上一个 delifresh,在下面呢,再建一个 static啊,那你看到下面,我们的VR目录下面,它并没有这个 WW,也没有这个delifresh,更没有这个static,对吧,我们要把这几个 层级的目录呢,都给它建出来啊,所以呢,我要加一个杠P,就是它的复级目录不存在的话, 一同的给它建出来啊,然后你在这边直接回上 LS,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建的这个目录,对吧,好 CD到我们的WW下面的delifresh,然后呢,写上一个 static啊,LS,看到现在这个 目录是不是空的,那我们在这边说的啊,我们要把 这个项目用到的静态文念呢,都收集到 ngins上面的某一个目录里面,对吧,那么 我们一会儿呢,就准备去把它 收集到这个目录下啊, 哎,收集到这个目录下之后,那我在这里面 去指定这个静态文件的目录的时候 我就可以呢,去写这样一个目录啊 写这样一个目录,就写它 告诉它,我们的静态文件就放在 这个目录下方,所以呢,我在这里面啊,可以呢 去,加配置项了,怎么指定 alise啊 alise,哎,那么写上 VR下面,WW下面的 delifresh,然后呢,写上 我们的这个,static啊 然后指定这样目录啊,那么这个配置项意思呢 就指定了一个目录,它一一旦看到是static 开头的,它都会去这个目录下方呢 把这个静态文件呢,给它 找到啊,这是我们修改 我们ngins的配置文件 在里面呢,多加了一个配置啊 这样的话,两者之间就有了一个区分 地址如果是以static 开头的,就会走它,地址呢 如果不是以static开头呢,就会 走它啊,走它 OK,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 目录创建好了,并且呢 这个,哎 配置目录也配置好了,对吧 现在关键一步呢,就是我要把项目 用到的静态文件呢,给它 收集过来,对吧,给它收集过来啊 怎么放进来,那你注意啊 点开我们的项目,我们项目 用到的静态文件,在我们这里面呢 有一个static目录啊 但是你注意,你不能直接把这个static 给它拷贝过去啊,这里面只是 我们你看到的项目 所使用的静态文件啊,其实项目 所使用的静态文件,不止这么多 后台有一些应用,也使用到了 静态文件啊,那么 怎么去把这个项目使用的 所有静态文件,给它找出来呢 这里面,江沟本身给你提供了啊 怎么去收集 项目里面 所使用到的 静态文件啊,那么这一步的话 你就可以呢,在 你的项目的配置文件里面 指定一个 配置选项,叫做 Standic Root啊,Standic Root呢 指定你要收集到静态文,收集到静态文件路线 就你要把这个静态文件收集到哪一个 目录下啊,把这个 目录指定好之后 你使用这个命令 Python Manager Collector Standic啊,那么它就会把你项目用到的所有静态文件呢,给它收集到你指定的 目录下啊,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需要呢,去改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配置文件在里面呢,给它多指定一个东西啊,在这下面我就写一个啊,这个选项呢,知道,Standic Root啊,然后呢,写一个路径,对吧 它呢,就指定啊,在这里面它就是指定收集静态文件的路径 那么我要把它收集到谁下面呢,我要把它收集到VR下面,对吧 哎,看到啊,把这路径写出来啊,VR下面的,WW下面的,DD,Fresh下面的,Standic,对吧 就是我们刚刚自己建的这个目录啊,就收集到它里面 那么它里面呢,现在是什么都没有的啊,什么都没有的啊 那你把这个写完之后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呢,运行命令进行一个收集 但是你注意啊,你收集之前 我们新建的这个目录啊,它呢 你普通的用户没有这个操作的权限啊 所以呢,你要把这个目录的权限呢,给它改掉啊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给它改掉啊,速度,新建,Mode啊 比如我直接改成777啊,VR下面,WW下面的,DD,Fresh下面的,Tedic啊 OK,这样的话,我就,我已经把它的权限呢,给它改掉了 我在,LS下面没有文件的吧 我这边也配置好了,那我就可以呢,在这个地方实现一个收集 怎么收集啊,通过我们的这个ManagerPY,执行一个命令啊 叫做Python,ManagerPY,Clack的,Static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命令啊,就是它 那么它呢,在这里面,直接敲回这 那么它呢,看到没有 你的,你请求去收集静态文件 去哪个目的地呢,就去到,把它收集到这个目录下方 问题确不定,确定要这样做啊 你就直接出一个,yes,它就会收集啊 OK,那么这样的话啊 你项目所使用的所有静态文件,就已经都收集到了我们这个目录的下方 那么你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到啊,LS你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项目里面所依赖的所有静态文件 那么,除了我们本身 这个Static目录的文件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 Admin 还有这个副文本编辑器的,对吧 这些呢,也是它使用的静态文件 所以它一并把它进行的一个收集 好,那么收集完之后 现在,看到啊,按照我们这里面说法 这个目录里面已经放了这个静态文件了,对吧 并且呢,我们也已经在这个 Ngix里面的配置指定了这样一个 目录 那我就可以呢,把这个配置文件呢 进行一个 保存 保存完之后呢,下面我要重启我的 Ngix啊 sudo sb ngix,然后呢,-s写上一个 reload啊,reload 好,重启,这样就重启了 你重启完之后,它的配置就生效了啊 然后下面我们再次的去访问一下这个页面啊 再次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刷新 好,看一下 看了没有 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页面呢 就能够正常的显示啊 并且这些静态文件呢,也起了一个 作用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图上的这个过程 根据我们的这个配置,对吧 那么,所以呢,你用户请求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网站上面用到的这个所有的静态文件 都是以斜杠static开头的,对吧 那么,它只要一去访问的时候 一看到是斜杠static开头的 那么,我们的Ngix呢 根据它的配置文件就会去 我们指定的目录下方把它 找出来啊 你看到,如果呢 你的路径里面是以斜杠static开头了 我就会去这个目录下方呢 找到我们的静态文件 然后呢,把它返回给我们的浏览器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文件下面呢 这个文件呢,我们也有了 所以呢 访问静态文件说 请求的是斜杠static开头的 那么,Ngix呢 根据它的配置找到我们的这个目录 然后呢,把文件呢 给它进行一个返回 它就能够进行一个显示啊 那么,除此之外 除了这个斜杠static开头之外 如果是其他的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它呢 就会进行一个 匹配上面的这个内容 对它的请求呢 进行一个转交 转交给谁呢 转交给我们后面的 UVC进行一个处理啊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样的一个流程啊 刚刚呢 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演示呢 就是Ngix配置处理这个静态文件啊 那么,这里面有这么几步啊 首先 你需要呢 把你项目所用到的静态文件呢 把它收集到一个目录下方 那么 收集怎么收集 配置你项目的 配置文件 在里面呢 指定一个 Static root啊 Static root指定你要收集的静态文件的路径 比如说 我们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把它收集到这个目录下方 那么收集出 指定好它目录之后 你就可以呢 执行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 就会把你项目用到的所有静态文件 收集到你指定的这个目录下方 然后呢 我们静态文件收集好之后 对吧 我就可以呢 在Ngix里面呢 添加配置 写上一个location static 然后呢 指定这样一个静态文件的目录 那么这样的话 凡是 以这个地址开头的 都会去这个目录下面 去找对应的文件啊 对应的文件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是我们的 Ngix处理静态文件啊